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忆录 腾飞之歌 一个飞机设计师的回忆 程布什先生是我国新中国的第一代飞机设计师 也是我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石的副总设计师 我国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的专家顾问团成员 今年他已经89岁了 60多年以来 他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类型飞机的总体设计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第一 而这本书中写道 最令他难忘的还是他参与我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石的设计 那是1971年 41岁的程布什正在沈阳飞机厂负责一架超音速飞机的总体设计工作 9月的一天 正在埋头工作的程布什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大白楼打过来的 让他去一下 大白楼是沈阳飞机厂的行政楼 程布什心里想会是什么事呢 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一位女干部告诉他 现在国家决定在上海研制一种民用飞机 决定把你调到那儿工作 以后啊 你就在民用飞机这条线上发展了 工作等着要开展 你尽快去报道吧 听到这一消息 程布什又惊又喜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程布什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我们来看看书中的介绍 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 大型喷气运输机 已经成为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前沿 然而我国的航空工业 却一直偏重于军用飞机 重点放在了尖机机上 所以啊 当时的外国媒体形容中国是 一只没有翅膀的鹰 在这种情况下 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任务 于1970年8月由国家下达 将该飞机命名为运石 并从全国调集了300名航空技术人才 齐聚上海 对于程布什来说 能够设计民用大飞机 可是他从小的志向 于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举家迁往上海 投入到我国第一架大飞机 运石的研制中 对于我国来说 运石的研制可谓意义非凡 它不仅是我国的第一架大飞机 更重要的是 是我国的飞机设计 首次从十吨级 向百吨级冲刺的机型啊 如果说原来设计的飞机 都被称为是小艇的话 那现在运石则更像是巨轮 运石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运石的三面图 它的机身长度是42.933米 它的高度呢是13.420米 宽度是42.242米 从这三组数字啊 就能直观地感受到 运石飞机是一个庞然大物 那么如此庞大的飞机 要如何来设计呢 难道仅仅只是 把小飞机放大 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我们来看看 程布什是怎么说的 大飞机并不是 把小飞机简单地放大 比如说 小型飞机的机翼上 一般有四片辅助翼面 但是运石的机翼上的辅助翼面 多达五十片 每一片呢 都要解决它的构造问题 功能问题和操作问题 程布什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但它偏偏有股迎难而上的劲 在不断地思考和摸索之后 制定出了精密的计划 和变通的战略 那么它的设计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我刚来上海时 许多人不认识我 我提出了 飞机的起落架位置 应该向后移动 这样重大的改变 一般来说 会引起大面积的技术反攻 会招致许多人的反对 果然 程布什的意见 就如一枚定时炸弹 在团队中炸开了锅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 程布什耐心地 跟大家讲解自己的设计理念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啊 同事们被程布什 缜密地推理 严谨的科学态度打动了 程布什的意见被采纳 飞机的参数 也相应地做了修改 在当时啊 程布什还只是 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 后来他又担任了 运石工程的副总设计师 他书中写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细节 您很难想象 这么大的大飞机的设计图纸 都是在一个食堂完成的 书中说 设计场所不够 设计人员就在工厂的食堂里 绘图 快开饭时 把图纸收起来 许多大型的技术讨论会 就在食堂进行 有的设计组 甚至在装运战斗机的 空包装箱里工作 人们往往工作到深夜 即使是在这样简陋的工作条件下 程布什和同事们所运用的方法和技术 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 程布什在书中这样写道 运石的各个环节充满了创新 比如 系统实验室为模拟飞机在空中的各种姿态 设计了一种用三点支持全尺寸的机翼的万象支撑 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 受到了当时航空航天工业部 何文志副部长的高度赞扬 十年辛劳 十年血汗 1980年9月26日 运石首次试飞 这该是一幅怎样壮观的景象呢 这架中国历史上造出的最大的飞机 把厂房门撑得满满的 像是从隧道里开出一列列车似的 牵引车拉着飞机 徐徐转了一个90度的大弯 飞机像梯台上的服装模特儿一样 展示各个角度的优美线条 绽放着它新喷过漆的闪亮色彩 这种景象真让人心潮澎湃 是非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英国路透社电讯评价说 在拥有了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之后 我们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 运石彻底击碎了 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 这种巨傲的讽刺 代表了中国的腾飞气势 此后运石又进行了多次试飞 甚至穿越了成都至拉萨 这条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尖南航线 更加凸显了运石在飞行性能上的无与伦比 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运石最大速度大于0.8马赫 远远超过其他国产民用飞机 飞行高度实用升限超过一万两千米 最大航程大于8千千米 可以从北京直飞欧洲和非洲 任何其他国产飞机 仅在落后的外国原机型的基础上 做渐进的演变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运石 这么突出的飞行性能的 从1970年运石飞机立项 到C919的首飞成功 中国人的大飞机梦 穿越了整整47个春秋 而成步时用47年的时间 参与并见证了大飞机的起飞 这对于一个在年少时 就胸怀航空报过梦的人来说 是何等欣喜的人生啊 正如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所说的 我就是要为国家这只熊鹰 插上飞翔的翅膀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